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個方程式是整係數的方程式 而且兩個根也是整數 而且A大零 B小零 那問B是多少 兩個根是整數的話 那也是有理數 你說兩個根都是有理數的話 他一定可以什麼呢 可以因式分解 一定可以交叉相乘 那交叉相乘的話 這個41是直數 所以只能是1 跟什麼呢 41 那個B的話 他是小零的 所以這一定是負的 有可能這個是負的 負的 因為這個係數大 如果有個負的話 另外也一定是負的 再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一定是A A B或是A 能夠以此分解成兩個 但是問題 這個數值 他一定 這兩個的數值 都不能大於2 為什麼呢 比如說這是2的話 他的根就二分之一 就不是整數了 所以這兩個地方 一定要填多少 填1 填1 就是說 因為這是直數 你如果是填2的話 那麼他的解就是二分之四十一 就不是整數 這個也一定要是1 你不能比1大 比如說你是2的話 那就是根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這只能是1 也就是說 這個方程式 它事實上 跟這個方程式上是一樣的 那我把它展開來 x平方 -42x 再加41 等於0 那我不要對應係數 41已經一樣了 所以這兩個係數也要一樣 也就A要等於1 那B要等於-42 所以這是-4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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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